今天講生肖 精精師傅 我想問今年熟暑的朋友 運程是怎樣 其實今年熟暑的朋友 的確事業運是不錯的 因為我見到有很多機會 都會接種而來 多些嘗試 千萬不要怕跳出舒適圈 尤其是創業方面 要好好加油 因為可以嘗試網店的平台 會有容易起出望外的收穫 是否代表她的財運都不錯呢 熟暑的朋友 財運簡直是正財、偏財、雙贏 你的財技巧就一半 為甚麼呢 今年容易揮霍無盜 短線投資不錯 而且容易在女性貴人方面得到幫助 那如果在愛情方面有沒有幫助 單身的朋友的話 其實我見到今年桃花也不錯 人際關係方面非常出色 但是容易想入飛飛 想得太多 覺得喜歡哪一個好些 有人會否適合我 如果這些情況產生 簡直是浪費時間 有對的對象就想 不是錯過好因緣的了 那會否因為錯過好因緣 因為男性和夏天出生的女性 需要更加注意身體健康 以及意外狀況的發生 那真為小秘訣 給一些熟暑的朋友參考一下 那幸運顏色來說 就是紅色、藍色為主的 那幸運數字來說就是單位數 貴人來說就是多出席 聚會就會容易遇到貴人